大家好 歡迎收看吳市財經摘要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翹 今天是12月28日星期二 大距中午時電 見到港股都是雜幅上 沒明顯的升跌 都攝不到 昨日美股大升的氣勢 港股都給我 始終在假期回來 人們都不願意入市 暫時港股都沒有什麼大的進展 看來都要等回 例如元旦後 2022年開始之後 港股才會有起色 所以港股暫時都比較愛著 大家都不用氣餒 覺得2020年一月份 有機會就追回落後 所以大家給點耐心 今天有什麼股值得大家留意 見到很多B類的股份 科技股今天有個大跌的情況 尤其是開台藥業 今天跌到現在暫時剩下15元左右 大跌超過66% 最低是6.9% 見到年初的股價曾經去到89元 為何今天無端大跌超過60幾% 70% 見到今天有什麼股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見到開台藥業9939 大跌超過70% 大跌超過70% 剩下15元左右 最低是6.9元左右 看回我的股價 年初這隻只剩下89元左右 所以跌幅非常厲害 為什麼這麼大的跌幅呢 主要是昨天開台公佈了 提供了普克魯安治療 新冠非絕影的患者 一個臨際三期臨床的試驗報告 指出他們未達到顯著性 代表他們的藥品失敗了 我本人比較少投資一些生物科技類的股份 為什麼我會比較少投資 見到之前很多的股份都有大升 但是今天的消息不單止是鎮產開台藥業 連其他例如基石藥業、科製藥業 甚至是康希樂大跌超過5-11%左右 整個賽道其實都比開台藥業受到影響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其實在生物科技的一個賽道上 這個只值得贏和輸 是沒有禍的 贏的機會率是多少 低於3% 輸的機會率是超過97% 所以做這個藥的失敗率是非常之高 根據美國的一個研究報告指出 其實一隻新藥研發是超過接近15年左右 還有它研發成本是接近26億美元 所以成本和時間都非常之長 其實研發新藥需要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新藥研究和發掘 首先要知道你研究些是什麼藥、什麼疾病 所以在之前來說已經有大批的一些文件要去處理 第二是臨床的一個試驗 是以實驗這個動物為研究為主 這個耗時大概在1.5年的時間左右 第三階段是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有分數三期 第一是安全性和毒理性 第二是對一些疾病治療的效果和不良反應 第三是否效果會否更加弱 這應該要耗時五至七年左右 第四階段是要登記一個新藥 在FDA登記新藥 這裏又要登記大概兩年 每個階段如果出錯的話 又要由頭做 所以在時間和成本上是非常之高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新藥 標擺藥買十幾二十萬 甚至是一些叫做孤兒藥 孤兒藥代表什麼呢? 孤兒藥代表患病的人數少於二十萬 佔總人數大概是0.75% 攤分開成本 所以孤兒藥是特別貴的 所以整個生物科技的一個賽道 之前來說其實比較火爆 前幾年 今年或前一年來說 其實已經慢慢靜下來 大家都看到這一類型的一些 預測的一些收入是比較難的 以及受到很不同因素的影響 都會導致藥失敗 所以大家在這個投資 這些生物科技的一個辦法 大家都要留意 看到了 開肚業大跌超過66% 很多人都問我 是否一個撈底的機會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輕易去撈底 這一輪的股票 因為看到今天主要買盤是誰 主要買盤是富途政權 富途都是一些散戶領先的戶口 所以建議大家看好一點才入貨 記得以後投資一些生物科技股 記得要留意 這個開肚業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天的節目也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節目 再見